河流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息息相关 孕育了世代的生命 提供大地所需的养分 而在生活与生态的平衡上 水资源的保育更成了重要的支点 为改善草屯及彰化地区的区域用水问题 苗嘴潭人工湖计划 透过兰河宴引取乌溪水源之六个湖区储存 增加供给地面水 减少抽取地下水 而苗嘴潭人工湖计划 也于110年底开始第一阶段蓄水 计划期间 苗嘴潭工程团队积极针对工程环境 社区培力及生态保育进行各项的推动 希望打造人与工程及生态 共融共好的生活环境 为因应开挖湖区大量土方产生空污疑虑 鸟嘴潭工程团队透过完整的事先准备 与民意倾听 确保周边居民生活品质 那主要在开工以前 我们工程就依据空气路软防治的相关规定 在工区的周遭下设存储格式的围灵 另外在裸露的部分 会加盖防尘网来抑制阳城 并且我们也配合环保相关单位的政策 我们以稻草席来代替塑胶的防尘网 可以减少二次轮软 那我们工区设有两条 从南头经过彰化一直到雾日的施工变道 这个主要就是希望沙石车出工区之后 那就沿着西方外面沿着雾溪来行驶 可以降低对地方交通的冲击 加派沙水车来清洗路面 那任养周边的道路 维护环境居民的品质 水资源永续的观念 需要从地方开始扎根 除了透过政策的宣传 生态宣导活动外 近年也陆续规划社区赔利课程 携手地方居民 针对地方特色产业 进一步的提升带动社区发展 鸟子坛工程呢 就是在还没有开工之前 我们对于周边的社区呢 就有进行相关的一些陪例课程 依据他们产业的一个特色啊 还有社区他们本身一些 既有的一些农产品的 然后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些 课程的设计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有办一个 就是爱鸟嘴坛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那在成果发表会的过程中 我们就展现去年年底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希望说 在鸟嘴坛工程完工之后呢 各社区他们都会 可以带动一起来发展 然后促进这地方的繁荣 我们可以凝聚一个 在地的一个向心力 然后也让民众呢 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为周遭的一个环境 还有一个生态呢 都可以来尽一份心力 鸟嘴坛周边生态丰富 在工程进行前就特别注重环境保育 设置多样的生态措施 我们在环境间就开始进行周遭的一些生态啊 物种的一个调查 在高滩地的这部分呢 就是有发现濒临绝咒的野生动物就是石虎 那也有发现说像是第二级的狗鱼类物种 像是黑赤猿啊 大灌灸啊 还有像是黄椎脚销啊 那也有发现 第三级保育的像是比较蓝侧的一个灵带 有像是石线蒙啊 还有黑莓锦蛇啊 这些保育类物种 我们在生态友商的部分呢 有针对像是两生类 我们有设立一些人工属水箱 希望可以补偿到像是两生类 它们的一个环境 针对像是黄椎脚销啊 这些物种设立人工草箱 可以让它来进行预储的一个行为 除此之外呢 在湖区工程呢 原本就有些比较珍贵的一些住种 那我们也有把它保存下来 那也有移植到像是我们 未来鸟嘴潭管理中心的一个周遭 鸟嘴潭人工湖完工后 将提供彰化及草屯居民 更加稳定的水盐 透过一系列的社区赔力课程 生态友善及环境保护措施 也将为地方带来更加永续 更加美好的希望生活 在卓壮篇下集的内容中 我们将深入鸟嘴潭人工湖工程 探索更多生态友善措施 工程的挑战与创新突破 以及工程友善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 杨茜茜